您的健康是您家人健康的核心 因此,保持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以避免如糖尿病等严重疾病 是非常重要的 糖尿病是一种如果不加以控制 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许多部位 造成重大损害的疾病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糖分无法被正确代谢 您体内有一种叫胰岛素的激素 它控制血糖水平 以保持血液中糖分的适当水平 当您患有糖尿病时 您的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来处理糖分 这意味着您的血糖水平变得过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糖水平会对您的身体造成损害 并造成器官和组织衰竭 糖尿病分为两种类型 一型和二型 一型糖尿病是由于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 将血糖水平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一型糖尿病通常发生在儿童时期 年龄在7岁至12岁之间 但它也可能在任何年龄发生 一型糖尿病无法治愈 但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控制 二型糖尿病更为常见 当您的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时 就会患上这种疾病 二型糖尿病通常影响30岁至40岁之间的成年人 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儿童 也出现了二型糖尿病的病例 二型糖尿病与超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如果及早进行生活方式改变 完全可以避免患上糖尿病 即使在诊断之后 尤其在早期诊断后 如果患者减掉足够的体重 糖尿病仍有可能被治愈 对于一些人来说 减肥手术、胃吻合手术或胃内气球术 可能是帮助减重的选择 可以使糖尿病进入缓解状态 但随着年龄增长 尤其是如果患者体重增加 糖尿病再发的风险始终存在 对大多数人来说 通过药物治疗和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有效地管理糖尿病 从而避免对身体造成永久性损伤 有些人较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 例如 如果您 家里有人 您的父母、兄弟、姐妹或祖父母患有糖尿病 是毛利人、亚洲人、中东人或太平洋岛屿人后裔 从30岁以上开始筛查 但欧洲人后裔的筛查年龄为40岁以上 年龄增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风险因素 有高血压、超重 尤其是腰部积聚较多脂肪 处于糖尿病贤期 也称为葡萄糖耐受性受损 生下体重超过9磅、4000克的大婴儿 或在怀孕期间曾患妊娠期糖尿病 怀孕期间有高血压 过去有过高血糖 二型糖尿病是通过咽血来诊断的 如果您认为自己有风险 请咨询您的医生 您也可以访问diabetes.org.nz 进行在线测试 来了解您是否有风险 如有任何其他健康需求 请拨打健康热线 0800-611-116 如果有需要 您可使用口译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